新闻突发奇想 突发新闻奇想 我是安又奇 欢迎收看突发奇想 也请记得扫描右下方的QR Code 上YouTube来订阅突发奇想 好 高雄市长韩国瑜 昨天在发表完五点声明之后 不但在网路上是负贫如潮 而且连青蓝的名嘴都不会言 这一篇声明 无疑就是寒流分水岭 是严重失分 尤其是韩国瑜在声明当中的这一句 政治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更是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大乱斗 现在连党主席吴敦毅 都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支持者非常的焦虑 这主席该不会把这个好好的一局 最后搞成残局吧 可是另外一位郭台铭呢 其实看起来好像他占了上风 但据靖国人士表示 其实郭台铭对党中央也是满腹苦水 但是反观民进党 形势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韩国的两强相争 他们两个都把矛头对准了蔡英文 却意外的让蔡英文捡到枪吗 蔡英文最近在这个网路声量也好 或者是民调上都逆势的成长 那甚至呢 深蓝的名嘴呢 也表示蔡英文向来呢 都有逆转胜的能力 所以现在国民党真的要小心 要刺力蛋了吗 尤其最近呢 小英呢是强攻网路声量 现在看起来是大有斩获 所以短短两天的时间之内呢 我们看到蓝绿呢 都已经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呢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大家好 人渣文本作者周伟航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书会 大家晚安 财经专家徐清皇 月桥 大家好 好 韩国瑜说呢 我要选啊 但是我绝对不参加 现在的这个制度下的初选 那国民党要怎么样来解套 今天呢 国民党举行中常会 已经传出来呢 将会采取协调式初选 什么叫协调式初选呢 就是啊 去领表登记参选呢 都不必了 就直接呢 把想要参选的人呢 民调拿来比一比 最高的人就是他了 那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呢 就是这个在中常会上呢 中常委的这一个临时提案 内容是什么呢 建勤党中央研议 把初选的办法 改为全民调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最下面还讲呢 为了推举最强的候选人 所以建勤呢 将目前所有打算参选的人 全部纳入民调当中 最高的人就征召他来参选 所以现在征召韩国瑜 是不是已经有谱了呢 问一下这个瑞德啦 你怎么看 这个所谓的协调式的这个初选 是不是真的能够 帮韩国瑜解套 今天还讲哦 这个办法呢 连郭台铭的这个党权问题 都要一并解决掉哦 是不是面面俱到啊 你怎么看 对没错 事实上今天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呢 只有决定一件事情 就是决定九名立法委员初选名单 就只有决定这个了 此下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一切呢 都是这个中常委啊 这边提这边提他的提案 那边提他的提案等等啦 不过看得出来这些不同的中常委所 这个提案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啊 但他们都自己本身在这个提案前面加一句就说 以胜选为前提 以胜选为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选出最强的人嘛 那现在当然是陷入两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一方面要帮这个郭台铭呢 解决这个党权的问题 那在上个礼拜呢 因为一张奖状 一张这个对本党啊 本党郭台铭同志四千五百万这个事情 对不对 当时是解决了他的党员身份 但是党权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必须 你还是必须在初选办法里面 弄一个这个党权的 他的党权是不是能够实施 即日起就恢复他的党权 否则怎么办 否则你就算党员身份恢复了 你要四个月啊 四个月不可能 因为你初选不可能 等到四个月到八月多了嘛 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在这个初选办法里面 加一条对于特殊贡献优异党员 就不像丁学伟或我这种 对不对 这种曾经当过国民党员 这种都不算啊 你知道吗 大家都不算 十年党员这都不算 只有优异表现 表现优异的杰出这种党员 不在此限 就是说你四个月 这个就解决掉问题了 那我在里面办了 定了这个 帮郭台铭解决问题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也得办韩国瑜解决问题啊 而且昨天两百四十几个字 对不对 五点声明出来以后 韩粉怒急攻心 那个气急败坏嘛 今天国民党就在外面 两派国民党的支持都快打起来了 对啊 一派青年派的说 反对黄袍加深 一定要按照民主制度 那另外一篇就说 那要最强的 然后要怎么样 对吧两派就这样打起来了 所以呢这样的现象 不止在台北 听说在高雄也差不多 你知道吗 所以两边越来越 韩粉 如果你想想看 本来在上个礼拜之前的 韩粉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啊 我们讲真的 那个海啸般的势力啊 或许或有消长 但是你确实民进党无法超越 也无法分裂 就没想到分裂这个海啸的 竟然是蓝营自己本身 那么为了要赶快 抿平这个伤害呢 避免七伤权啊 打出去 那么伤敌一千 自伤七百 所以怎么办呢 就才有这个办法说 那我们就来一个 协调式民调 厉害吧 已经从这个 我已经搞不太清楚了 什么特招 征招什么东西 对吧 现在改成协调式民调 何谓协调式民调 因为韩国瑜昨天已经跟你讲 我的苦处在这个地方 那个高雄市议会 现在刚好在开会 对不对 然后你在这个时候 叫我去参加这个初选 为了用订的满头包 然后呢 在现阶段 这种的民调初选方式 我没有办法吧 那很简单 那改变的方式就是 用协调式的这个初选民调 所谓协调式就是说 其实现在单 下面还有人有意见啊 对于有意愿 那有意愿跟那个 你还要自争俱卓 对不对 你要主动还是被动 你如何帮这个韩国瑜解套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都讨论这个 不过至少他们达成一个 应该是基本的共识啦 本来不是三分党员投票 七分民调 现在应该就是全民调 那全民调了以后呢 把现在的这个 当然说了 沟台铭跟韩国瑜 这个纳进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诞书哦 还有一个诞书是 在所有参选人 同意的情况之下 那万一里面有人不同意呢 就是把你所有的人都纳进去 对不对 做民调 然后最强的胜出 当然有人有意见啊 那要不要最强要超过5% 你知道吗 不然就第二阶段 又有国民党的第二阶段 这样主席这样选举啊 哇已经要打起来 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那后面第三名 第四名的就说 那我就赶快造反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帮第二名的造反嘛 也会有再次的这个那个那个 复仇者联盟的英雄内战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人说 不要不要不要 你要嘛 你就第一阶段就出来了 以后开怎样就 就算赢0.01也算赢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没有决议 但是呢 达成一个共识 郭台铭会让他那个恢复他的党权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改成全民调 然后再来就是 不管你有没有主动表达 我都把可能盛行人 把它纳进去 然后有主化会去研究 然后呢 相关那个主公会去研究了以后呢 相关我们讲白了啦 先把时间风头给避开再拖 拖很可能会拖到六月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会不会在五月底 六月初还不知道 你知道吗 所以可能还有变数 然后呢 另外那一位这个阿伯 对不对 那么柯文哲他在那边老行 在那边 站棺树看买稍贪嘛 对不对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先 先那个把底牌晾出来给人家看呢 所以很可能会拖到六月的时候 再把初选办法定了一个 两边都不得罪 其实刚好相反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天从这个基层的反应 还有很多蓝英的焦虑 对不对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电话卡到变变了 你知道 全部打给国民党的那个 立法委员啦 议员啦 还有议员跟立委 因为这样逃离办公室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电话里一头接一头一头 还有人要来堵 还有人要骂 还有听说接下来 非韩不投就对了 就掛电话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又不能说 对黑韩不投 你又不能说这个郭台铭也不错 那你怎么办呢 两边不是呢 最好我就散边去 我刚快跑路啊 你知道吗 我在躲啊 所以呢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让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初选办法 迟迟未定的话 没有解决一个办法说 大家都能够满意的话啦 其实你也应该让这个 这个韩国瑜呢 想办法拖过这个 高雄市议会的咨询期间嘛 那这样的话 很可能对中央国民党来讲 才是一个三赢的局面 不过目前看起来 越拖很可能基层的分裂跟厮杀 我们很多人都在笑 民进党的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啊 各位啊 如果去看看国民党的这种厮杀 蓝赢算什么 你的高情文化慢慢等 慢慢学 你知道吗 看看人家现在非韩不投 跟那个郭董优先对不对 已经打成一遍 那种刀刀进骨才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呢 淑慧你办公室的电话 有没有被韩粉给打爆了 可是今天挺韩大将 省力女超人许淑华讲话了 她说这个国民党中央应该要任性一次 那要怎么样任性 这个协调式的这个初选 这样算不算任性了 还是还要怎么样在帮韩国瑜量身打造 其实我办公室的电话 一开始是韩粉打了很多 但是后面开始也有挺郭的人打来 其实都有声音都有 都被打起来了不是 这次韩国瑜当然就是非韩不投啊 国民党要最强的 这是郭台铭的 有一个老先生讲的也很有道理 他说如果我们一定只有韩国瑜能赢 要拿高雄换总统的话 那只能换了 可是如果我们有两个人能赢 可以一个人继续当南霸天 继续镇守高雄的话 一个人赢总统的话 为什么我们要去换 挺郭的现在大概都是这样的基调 可是其实大家都有 都是民意啦 我们都接受 我也会自己去听跟他们回应 但我觉得此时此刻 我们必须要先去解释一个问题 解答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在说谁卡韩谁卡韩谁卡韩 请问到底谁卡韩 我跟各位报告 绝对不是谁参选就是谁卡韩 在2019年的现在 民主政党 我们怎么能够去阻止 说你不能参选 你可以参选 你参选就是卡这个 哪怕是蔡英文也不能跟赖清德说 哎你是我的身权 你参选就是卡我 他也不会这样去跟他讲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不要忘了 其实不是郭台铭而已 王金平也宣布了 朱立伦也宣布了 还不止周习伟也宣布了 张亚忠也宣布了 难道这些人通通是在卡韩吗 当然不是 其实我们从韩国瑜的昨天的谈话 5点声明 跟他之前的一些态度 我们不知道卡韩的是谁 让韩国瑜心里面不敢下决定的 其实是279万的高雄选民 他对高雄选民的高雄市民的承诺 跟他的感情 让他纠结在这里 没有办法去做出决定 也没有办法去参加现行的制度 这个是很清楚的嘛 要不然为什么此时此刻 无法参加现行的制度 不就是他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他高雄市长这个身份 而跟有谁来参选 有谁来参选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如果征召他的话 就没有违背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他可以拒绝啊 只要参 可是如果征召的话 参照其实是怎么样 第一个没有人敢选 没有人能选嘛 那我只好去征召一个啊 那现在是或者是要选的人不够强 那我们就去征召一个最强一定能赢的 可是现在这两种情况不存在嘛 要选的人非常多嘛 要选的人也够强嘛 那你就要找出一个更合理的理由说 那为什么我都要把你们当作 不存在一样 然后就唯一征召呢 这个合理性在哪里 港中央如果要做这种事情的话 也要告诉民众啊 所以我昨天其实听到 那个韩市长的那个声明 我觉得我是破天荒看到 他是拿着稿子 一句一句这样子念 你们看过韩市长讲话那么多 他口才辩解 他从来没有这样子 哪怕他就职典礼 他都没有这样念 他脱稿演出啦 而且我就很不知道说 这份稿子到底是不是 他自己写来是人家帮他写的 他自己也要看过啊 然后至真俱拙这样子念 然后提到 其实最伤国民党的心的哦 就是那几个字就是权贵 政治跟密室协商 我今天才在开玩笑说 国民党已经是在野党了 所谓的权贵就是全部跪下来 拜托你来选 拜托你不要怎么样 拜托 党中央都是这样 你看有什么事 有战功轮不到吴主席 去年2018打那么漂亮 可是一有问题就骂他就骂他 所以现在的党中央叫做权贵 全部跪下来说 拜托大家 你们要怎么样说清楚 我们来配合 所以你说吴敦毅其实也好委屈哦 我觉得是很委屈啊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是很委屈啊 而且说真的啦 在野党哦 不管是主席或党主席 大家想 副主席或是主席 大家想一想 权力会有地方诸侯大吗 他说掌握的权 他说他真的要做什么 都还要去拜托 不管是侯市长也好 卢市长也好 韩市长也好 不是吗 迟迟都约不到这些会面 不就也是代表说 其实吴主席心里面 他确实也是在 劳心劳力在做这个初选 可是每一个都是强将 每一个都有声音啊 哪怕是王院长 哪怕是朱市长 那结果一个不见 就全部都不见了 大家说不见他就不见他了 他也就鼻子摸一摸认了 所以你还说有权贵吗 但你说密室协商 那协商了什么 给了什么 密室协商通常有交换嘛 那给了什么 郭台铭不过就是来参加初选嘛 他就参加初选 已经我刚刚念了 已经有很多人参加初选 又不是说 我们交换你来选 我真找你 你给我什么 这才叫密室协商 以此是多一个参选人 在这之前已经有四个参选人了 所以我不明白说 这八个字是怎么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这八个字是蛮伤 国民党很多同仁 很多同志的心啊 就是为什么是 有人会说这个有一点点在 自己打自己人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说 韩市长可能会有很多委屈或误会 但我觉得很多事情可以做下来说 现在没有这么难 你不管打一个电话 拨一个LINE 北高没有这么难 我觉得坐下来说 包括今天中常委提的几个办法 我觉得都很好 我们要全力帮韩市长检讨 这是全党的共识 但是我们不要自己在台北定了办法 到时候他如果说 这个我也没办法 那不是很难看吗 所以吴涵会要尽快 然后把中常委的提办法 去跟韩市长商量 说怎么样可以让你不违背高雄的承诺 或是尊重高雄 让你不为难的前提之下 可以把你放进来 要不然所谓的所有参选人同意 请问参选人怎么定义 因为你没有领表 你没有登记 你怎么 每一个人都说我不能表叉 而且现在不用交保证金啊 那笔大笔的不用缴啦 保证金倒是没有关系 那大家都可以来选啊 保证金倒是没有 但你总是要签到吧 说我有意愿吧 要不然怎么去定义参选人 那要不要主席也放进来 副主席也放进来 只要是媒体传过的人 通通放进来 既然要做 说不定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不要急 但是要赶快吴晗慧 然后两个人坐下来谈 不公开也没关系 可是把话讲清楚 可是听淑慧这样讲 其实吴敦义很委屈 我躲掉柜子求你们了 可是你们说不见就不见 问题在我吗 而且昨天韩国瑜这一纸声明 也让大家看不懂 这个吴郭瑜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是让人物理看话 我们先来看 韩国瑜跟吴敦义之间 根据这个禁韩人士表示 说这个就是有人在复制 马王政争的这个模式 鼓励郭台铭 趁着韩国瑜出访的时候 去突袭他 所以韩国瑜很生气 才会炮轰说 这个党内有政治权贵 在密室协商 可是李嘉芬也讲 被人家背后开箱的感觉 实在是让人很不舒服 但吴敦义就委屈了 没有一个人有开过他的枪啊 我们都没有一点点是 权贵密室这一种啊 好 那郭台铭跟这个吴敦义之间呢 根据靖郭的人士表示 说呢 郭台铭也很委屈 一堆韩粉来骂他 说他卡韩 可是呢 他在宣布初选之后 他被国民党给冷处理 没有人要理我啊 所以他也是这个一肚子的委屈啊 可是有人就跟这个周刊放话 说是郭董领完奖之后 不等吴敦义先离席 就直接宣布去选总统了 还有外界都这个误会 都是吴敦义偏心郭台铭 但吴敦义哪有偏心郭台铭呢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一块 而且你看 郭台铭跟韩国瑜 两个人都说这个政治权贵的时候 郭台铭也讲 我身有同感 所以看起来他们对吴敦义都很不满啊 怎么会这样 我跟你讲 这个初选游戏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 你到现在还搞得乱七八糟 初选到底要怎么选都还不知道 对不对 现在有什么什么全民调 大家有意愿你参选者 我跟王乐者也可以去参选是不是 不行啦 我们没有借4500万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搞得这样 到现在还是模糊不明啊 对 那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其实韩国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以后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 不要乱出国是吧 你出国就会被人家陷害 真的 你看王金瓶多残痛的教训 出国的时候嘛 那个马英九棍子就打下来 对不对 你现在韩国瑜出国马上被放枪 你看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真的是 那我们讲实在话 我们先从韩国瑜那天的声明讲起 现在大家还在讲说 韩国瑜那个声明 他也没讲说选不选 他都已经讲得这么白话了 你还要问我说他到底选不选 我告诉你 他的第二点里面不是讲到说 高雄好 台湾好高雄才会好吗 这点不就是告诉你说 这就是我要选的嘛 对不对 那第三点他说 那个什么 他绝对不参加初选 为什么不参加初选 他就告诉你说 你们要郭董是不是 那等他出来赢不了的时候 你怎么再来跪求我啦 对不对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就不跟你玩这个游戏嘛 那第四点这样 第四点那个怎么密室权贵的那个 他就是告诉你说 我很不爽吴敦义啦 对不对 所以是针对吴敦义啦 应该是吴敦义的起的头 因为你现在是党主席 你要概括承受 不管你怎么 你当当主席的人 你又听这个听那个 真的你看马英九好龙兵 打完韩国瑜之后 人就躲起来不见了 对啊 因为你就是人行立牌嘛 对不对 国民党要推你出去 不拿你去挡子弹 找谁去挡子弹 所以就跟你讲说 其实这个整个局 那个吴敦义玩到现在 你现在又弄一下 像今天什么全民调啊 送主发会员你 我跟你讲 那个都是跟你开玩笑 我从很早以前就跟你讲说 国民党初选都跟你算假的 我说真的 你还要把韩国瑜 韩国瑜就不可以跟你初选 你弟弟要给他纳入初选 对不对 那到时候他就讲 你们这个办法我不满意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开诚布公 就是吴敦义 你既然是党主席 对不对 现在有哪些人 一把刀要打麻烦 应该三个人坐好在那里等 对不对 对 准你韩国瑜 韩国瑜就跟你拔了 你们都在拔坏轿 对不对 你三个人在眉来远去 对不对 还有一个在旁边 在倒茶水 跟他投看牌 对不对 我干嘛跟你们玩这个 所以韩国瑜他从头到尾 他就不想跟你们 玩这个初选游戏 那你没有跟他谈之前 你说你今天主发会 研究把他打拌去 对不对 你研你出来的 各种各式型样的 游戏规则的话 我韩国瑜只要一句话说 我不满意 这个我不玩 那你怎么把它纳入全民调 你告诉我 对不对 纳下去就是说 你如果韩国瑜贏的话 那就算了 韩国瑜说 最不安贏 如果输了 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以前那个 我们刚刚讲说 那个郭董 现在又周刊爆料 说什么 吴敦毅都觉得心里 我拼得大了 冬小了 为了你韩国瑜 为了你郭台铭早想 到处被这边闲 被那边气 对不对 说什么你看那个 什么什么 郭台铭还给他 给他什么 直接宣布总统 被他中了他的招 对不对 人家早上在辞费工的时候 就讲说 妈祖已经给他托梦了 对不对 我前一天不是讲说 他妈妈叫他出来 选怎么办 对不对 你早就有那个医院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现在责任又把球丟来扔去 我发现真的是 国民党现在是 玩躲避球大赛 你知道吗 球担来 大家快赞 不能赞的人快赞 对不对 那我觉得说你郭台铭 我也觉得郭台铭现在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后悔了 发得这么大声 说他要选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天哪 国民党里面这么难搞啊 对啊 而且国民党政治真的是 我本来很想讲 那三个字怎么得 对 怎么会政治这么难玩 对不对 我一进来而已 马上就被人家 大家现在都把箭头指向他 你出来卡韩到底卡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是我们讲平行而论 讲一句话 你国民党里面 吴敦毅说实在话 你现在责任撇得那么清楚的话 你这个党主席真的可以下台 也有人讲吴敦毅 如果你先离席了 人家就不会觉得 这一局是你吴敦毅搞的吗 对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吴敦毅就可以下台了 你很多事情 你都不敢非责任 不想非责任 每件事都说他说他说他 我说实在 国民党到现在初情玩了几个月 玩不出个花样出来的话 吴敦毅不是最大责任吗 你跟哪一个会过 大家都觉得你没有互信基础 因为你一开始 你就是要拌坏轿啊 刚开始人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你自己别有用心 先要自己拿 搞到最后的话 你也不开诚布公 你今天郭台铭 你找了郭台铭进来之后 没办法 因为他是我们国民党的债权人 对不对 国民党要永续经营发展的话 还要靠郭台铭的大力赞助 所以好啦 那你就讲白了嘛 我特邀郭台铭进来啊 那现在是不是特邀韩国瑜进来 你说朱立伦跟王金平的话 那你也跟他好好谈啊 对不对 如果你以盛权为目标的话 你就不能放任这几个人一直下去嘛 一人说一方面 到底是谁事才是讲的是真的 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呢 大家都满腹苦水啊 韩国瑜满腹苦水啊 但是你现在吴敦毅满腹苦水 那是谁造成的 是你吴敦毅造成的嘛 而且吴敦毅今天最新的就是说呢 好啦我不管的啦 郭台铭韩国瑜 通通纳入民调来比啦 对啊你纳入民调 问题是你怎么纳入民调嘛 那你现在有没有 你说纳入民调 那个民调要怎么做 是不是 是全民调还是你要党 那党员呢 我们现在开中常委 现在党代表大会出来 你这党员要怎么 对不对 你叫党员呢 你不知道都出来 都假的 好像傀儡系一堆人 坐在那边 所以中朝委先提案啊 全部用全民调啊 最公平啊 不是啊问题是全民调的话 那你要怎么选嘛 你细节要谈嘛 对不对 吴敦毅你总要有一个 你不能够丢给主发会去啊 你自己要不要跟这些候选人 有意参选的人 好好去搞清楚 我说实话 你现在搞成这样的话 那你国民党接下来 如果好定一尊 已经找出一个候选人出来 那其他人 他似乎他似乎他似乎 对不对 你要叫我说 我上前招招招招招 叫他设计出局 那我现在我还要摇旗呐喊说 郭董加油 韩总加油 他似乎他似乎 对不对 所以你一直在搞党的分裂嘛 你让党的仇恨越来越深嘛 在国民党里面 真的说实在话 看国民党在斗 比民进党斗得害凶 过来应验的那一句说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好好的一举被吴敦毅他们 这样一搞变成残局了 不是我看你们在野了那么多年 对不对 也没看到你说你把好好的 把在野党的责任搞好 对不对 你说小英支持度很低 小英执政无能这样 我当时看你国民党出来 抢声一遍 安安静静那么多个月 现在说实在 党内要开始出钱的时候 哇在杀自己同志的话 杀身震天流 所以国民党让人家瞧不起 就是这一点嘛 对不对 我说实在你吴敦毅到现在 你好你一直放任这些 你说权贵密室什么东西 这些放任这些俄语的话 你吴敦毅有没有出来马上消 那个压下去或者怎么样 那就是你搞的嘛 你酝酿这些 这些放话的 他说我们没有一点点权贵密室啊 重点是谁相信他 对啊 你看你讲的话 每次都没有人相信的话 那就表示你自己要检讨嘛 对不对 对啊 你如果不知道 弄我惊讨的时候 大家指责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听一下 对不对 你放任人家这个整个党里面 这样到处乱讲乱放的话 说实在乎你吴敦毅说 一点责任都没有 这说到鬼听鬼也没在相信啦 那你现在 好啦 你现在无韩中需一会嘛 对不对 韩国瑜现在卡在这边 对 你说韩粉的话 他是一股 国民党胜选的力量啊 你难道不用你党主席 不用他按打嘛 你如果要按打的时候 你怎么找头头出来谈嘛 你要招呼 要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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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协商 你招呼 你也要把头找出来 头是什么 韩国瑜啊 对不对 你要怎么跟他讲 对不对 像现在今天还有人在讲 这是我们礼拜六无韩会 对不对 会的时候一定要现场直播 不直播的话什么什么 对啊 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啊 你接下来跟这些头头会的话 要怎么会 对 要怎么讲 对不对 你吴敦毅 刚刚说可以 现在还淘到私底下 说实在话 其实你在谈之前 大家人都说什么 现在手机赛嘛 我要找徐生命 我也赛给他啊 对不对 我要找卫行 我也是赛给他啊 敢说你不能用赛嘛 你难道不能够先 会前会就找一些幕僚 开始作业嘛 对 让大家有参与 有在场的话 你说要私底下交换 要密室嘛 那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赶快 先把它做一做 该谈的 反正终究要见一致面 你要立场站稳 韩国瑜立场 现在已经站稳了 我就是不敢跟你出拳 那郭台铭也讲说 我就是要出拳 不要增招 好啦那你现在这两个 你要怎么瞧 赶快就跟他们谈一谈 要怎么瞧的话 国民党才有办法 在这一局里面胜算嘛 可是胜没说真的啦 吴敦一也许真的有他的委屈 我一直要跟你韩国瑜谈 你韩国瑜有想要跟我谈吗 你一直跟我摆那样的姿态 而且你就告诉我啦 我就是不要趁人家出拳 你总之你就是来增招我 你看他的声明稿 是不是给大家的感觉 我就是要黄袍加深啊 可是说实在的啦 连郭台铭都被吴敦一惹毛了 这个也太厉害了吧 郭台铭说他被国民党给冷处理了 他也觉得很委屈 怎么会搞成这样 我先提一下韩国瑜 如果以韩流去年八月开始形成 到昨天我觉得的确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我们昨天看了这五点声明之后 也认为很惊讶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尤其是他讲的那句 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其实韩国瑜会写这句话之前 我相信他累积了很多很多的负面能量 包括他人不在台湾的这段时间 三次出访 包括去新马 包括去这个港澳生肖 包括去美国 在国内其实都千变万化 政局一直在变 但是真正关键是他要去美国之前 跟吴敦毅本来要见面的那一次 其实是我个人认为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决裂 那个严重的决裂 我们也曾经提过 甚至有一次茶壶里的风暴 显然韩国瑜本身跟他的团队 当时对吴敦毅有很大很大的 一个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到美国去之后 人赢在美国 其实很多资讯 我们都会觉得在美国资讯 其实很方便 但是我想问各位 密室 喜欢在密室协商 然后这个权贵 这种国民党的宫廷政治这些 从幕僚 或者是我们这些评论员的嘴巴里 讲出来兴奏品尝 但是他是一个主帅 而且现在又被大家 视为是蓝军的救世主的状态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在这五点声明之前 他都有告诉记者 我自争俱拙 他的意思是说我想很久 我每一个字我都是仔细推敲过 那显然这不是他失守的作品 可是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 你为什么愤怒到这样一个状况 我甚至认为失控了 我为什么要讲失控 因为这不符合韩国瑜塑造出来的 所谓韩流的主帅的形象 各位过去其实韩国瑜 对于批评他的这些声音 他是会当下反击的 在选举的时候 他不就也是本来要告一些对手阵营 后来就直接站在法院说 我宁愿我希望爱与包容 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他塑造出来是这样子 可是今天你会觉得 那如果你面对对手的时候 能够爱与包容 但面对党内同志的时候 为什么刀刀剑骨 而且就像这个国民党明代讲的 哪一个政治人物没有受过委屈 谁不是一路就委屈上来的 没有错 韩国瑜本来就 虽然他在政治这个圈子里面 经营很久 但我们必须讲 从去年8月开始 他的确是一个 比较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他的诉求 他的手段 他的空军 他的空战 的确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样 只是这一次这个声明 我必须讲 当然他第一时间把这事情 这个球丢给国民党中央之后 国民党中央的确 他也做了处理了 包括全民调 包括要等你高雄市议会结束 等于现在所有的事情 也针对你韩国瑜因人设施了 你现在叫出来的这些条件 其实国民党也做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韩国瑜本身有没有失血 是有耶 是有失血 看起来是哦 第一就是跟你一直叫出来 2020我暂时又不考虑 来来去去 然后这五点声明 又没有直接说要选 这种焦虑感已经到了 几乎要引爆了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所有人都知道 他绝对不会离开国民党 他不会 这要不要赌鸡牌应该不用 他不会离开国民党 现在韩粉党 对 可是对于一个 不会离开国民党的人 去直接把这个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来之后 大家看起来很难看 可是你自己 在这个党里面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给自己难堪 都只是忧心 虽然韩粉都觉得 他说的对啊 他只是实话实说 这是韩粉的解读 可是我们局外人来看 你是不是也把自己 逼到了一个角落 这个局很难解套 现在国民党中央很聪明 你要什么是不是 来 要黄袍有黄袍 要红地毯有红地毯 你都喊了嘛 没有关系 我就来做 而且一边缝黄袍 一边也要喊累 说我没有对你开枪 我不管你有没有 但是当这些 都已经演成这样的时候 请问韩国瑜怎么样去面对 你看他这几天 就不再说话了 任何问题他不回答 为什么 聪明如韩国瑜 他会不知道 那颗炸弹丢下去 大家都粉身碎裤 但是炸下去的同时 各位 还没有正式开打 这选战 他这个声明出去 是两败俱伤 那我现在问各位 就算铁粉预估 是61万 因为已经有人在联署了 如果再往外 有扩散的效应的话 可是将来 你只要披上这个战袍 要站出去的时候 请问你的同志是谁 不是蔡英文 不是赖清德 是你后面说的权贵 那请问那个战旗出去的时候 要怎么说服更多的人 因为这场选举不得了 不是市长 不是诸侯 这是一个这么大型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 韩国瑜真的要思考 这一局 当你要僵别人的时候 你某种程度 也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僵局 这我都已经想了半天 我都不知道 他要怎么样解这个套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其实各位已经提到了 吴敦毅的事情 其实这一个多月以来 吴敦毅 我也必须说 他真的蛮可怜的 因为他好像心里的OS 大家都会帮他讲清楚 对不对 人家都已经讲 没有任何人对他开枪 可是人家对方都讲 已经被开枪了很不舒服 那谁开的枪 是 那就表示 这一两个月以来 你在国民党中央 你们做的事情 就是两边都不满意 是不是 更更连郭台铭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讯息 我看了也觉得很惊悚 你就说 郭台铭这边 因为他的做法 你用惊悚来形容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的做法 跟韩国瑜不同 各位我要讲一件事情 郭台铭的财富 他超过川普 对啊 是啊 川普啊 在选之前 他有一些房地产 可是基本上 他已经变成talk show主持人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根本不一样 川普的身家近千亿 但是郭台铭两千多亿 不一样 而且鸿海这个帝国 是非常扎实的 他这么讲究效率的人 他每一分钟要赚多少钱进来的人 连他都受不了了 我就在进来 然后还跟国父进了个礼 拿了一个荣誉状 还要被你们消费成这样 而且你们现在原地打装 你觉得他受得了吗 对啊 一根掌停板 身家多两百亿的郭台铭 怎么受了国民党 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今天就有一个讯息说 可能就完一完 可能也不完 我不清楚 郭董可能不完了 我不清楚 都把他党全要解决了 可是你现在看起来 全民调之后 郭台铭讲啦 这一点我觉得郭董真的很有 你知道很有魄力 他已经讲了 我就是来参加你的初选 愿赌服输嘛 意思是说不行我就退嘛 对 然后你归人怎么改我都认了啦 所有事情他都讲得清清楚楚 而相形之下的韩国瑜 现在也自己也在一个局里面 转来转去 所以我们过去都在讨论说 国民党很糟糕啦 什么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是 国民党其实已经 快要把这个局打开来了 反而是韩国瑜 他要怎么面对他的支持者 今天大家看到就是 韩粉去了党中央 可是我看到另外一面是 有一群人跟韩粉呛 对啊 现在已经到了 党内互打的时候的 这个当下 我认为作为主帅的人 韩国瑜你要负很大的责任 你要怎么去跟你 因为你身为国民党员 你跟你的支持者说 国民党就是喜欢密室协商 就是这些权贵 那你今天又要代表 国民党披上战袍的时候 真的拜托 下次要再讲参选声明的时候 找一个厉害一点的文蛋 真的 不过讲到这个 韩国瑜昨天发表这个声明 刚刚盛美也提到了 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失望的 尤其在网路上 听说是负贫如潮 那真的是很大的危机 对的确 我们其实有抓到 蛮多不同的数据 都呈现出来 就是跟过去的图谱 有一些差别 但是我们还是先来看 手边这个 今天有这个快搜网 他们提出来的这些是几份表单 那我们稍微来分析一下 这个第一个表单 是他在这个昨天讲出这 提出这五点之后的这个线型 热度线型的变化 要注意他这个线型掉得非常快 你看11点他左右 他提出来之后 他这个线型直接是很快速 就在三个小时降到就是非常一般 三个小时掉这么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条件事 我们一般台湾人正常的这个 搜寻的平均 那你可以看到大概三个小时 大概三四个节点之后 就跟平均值没什么太大差距 就是其实关切人就没有那么多 一般来说过去韩国瑜的线型 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必须强调 这是快搜网他所提出来的数据 让我们搭配其他的数据 包括像我们一般常用的Google Trend 这一种其他比较大规模的搜寻网站 其实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到了下午四点左右 就变回一般的韩国瑜 就跟一般的搜寻韩国瑜的状况 是差不了太多的 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 如果真的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宣誓 那它之所以表现会这么不好 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负面反应比较多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图示 这边绿色的是所谓正面的反应 红色的部分是负面反应 那你可以看到红色的明显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要强调 网上负面反应 它可能来自非常多方 比如说来自绿营的嘲笑 它可能就占个三四成左右 来自蓝营里面不认同韩国瑜的人 这加起来可能就是蛮多的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也不认为韩粉真的是 一般会到这么少的程度 显然有些韩粉便没有表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没有表态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就是相关的这个讨论 你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一条 蓝色这一条是媒体投注的第一波的声势 大量媒体当然立刻去追这五点声明 大家要开始分析 但是延伸的讨论比较少 延伸讨论比较少 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韩粉之所以没有反应过 是他的富贫之所以那么多 在于其实看不懂 在韩国瑜这五点声明 对韩粉来说他到底什么意思 陷入了解读上的困难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所谓人云亦云 比如说绿云立刻很多就跳出来说 这个代表韩国瑜一定要征召 一定要什么黄袍 这个红地毯什么都要铺好等等 他马上就尝试帮这个声明来定调 也有相对的 其他的就说韩国瑜不选 韩国瑜说因为是新阶段此时此刻 他不选 很快的就丢出一个不选 这种标签都贴上去 所以那是造成韩粉的错乱 就是到底要选还不选 讲的这个不太清楚 没办法产生解读 所以这似乎在媒体操作上 新闻新媒体的操作上 似乎出现了一些 过往韩国瑜不会犯的错误 因此我们就站在外面的角度 我们的思考点就说 这似乎不是之前 韩国瑜操作他新闻的团队 去做出来一个东西 我们甚至有一些网络业界的分析 就是说韩国瑜的网军 在这个时候没有启动 不知道为什么 过往是他只要丢出这个 哇马上网军铺天盖地 什么PTT 就是一堆狂战 想办法把他的整个声量往上推 可是在这一波没有 韩粉都已经分裂成两派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那如果韩国瑜的过往的网军 没有出来持续挺他的话 他就算之后要参加所谓的 不管是什么征兆是初选 初选是征兆 管他是什么 他接下来要继续选下去 要拼全民调的话 这是非常不利的一点 感觉起来好像他的这个 网军操作 就到前一阵子为止 现在没有了 好那接下来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又看到了很快的不只是这个 绿营的嘲讽 蓝语里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像我们看到明主委 有之歌他有提到 这个还是很执着在这个权贵说之上 就是说如果为一个人量身打到制度 这个是代表是权贵 对啊也是 那的确在某种角度上 如果真的是为了韩国瑜 他不想领表不想出钱不想连数 昨天孙大迁丢出来的三个不想 那孙大迁当然在某种程度上 跟韩国瑜是相对比较熟 比较亲近 那我们可以暂时把他的意见当做 是某种诠释韩国瑜的观点 如果真的是因为韩国瑜 这三个不想 国民党去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 肯定会被讲话 因为民进党今天也丢出来 初选制度本身不变 如果要变的话 你就变的那个人要去承担 秘书上卢文佳他都讲了 那国民党如果真的要为韩国瑜 量身体做 是不是就被民进党比下去 如果真的是因为韩国瑜 这三个不想 国民党去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 肯定会被讲话 因为民进党今天也丢出来 初选制度本身不变 如果要变的话 你就变的那个人要去承担 秘书上卢文佳他都讲了 那国民党如果真的要为韩国瑜 量身体做 是不是就被民进党比下去 现在国民党还有资格去嘲笑民进党 说他初选延后 为什么有资格嘲笑 因为国民党连初选办法都没有 你不能说我延后 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真的为了韩国瑜 去改出一套东西 比如主发为他带回去研究 研究出一台真的是非常韩版的 韩系的设计的话 可能真的就有意见了 那接下来说杜子诚就是 站在最近强势反韩的一个消息来源 他当然他传出一个消息就是 吴韩即将密会 他就是想强调 如果这个南霸天 就这样韩国瑜 党主席两位权贵 他直接把他们定调是权贵 你们要私底下谈的话 那当然就是你韩国瑜 骂的屁事密谈嘛 密事协商嘛 所以他就以其人之道还字 其人之声就全程直播 现在台湾都是非常流行 就是只要见面都全程直播 播到你岛为止 你自己不要屁事密谈的 对啊那当然就是 接下来大家就是很难玩 就有点像时代力量就说 我们所有协商都要直播了 人家都跑到外面去协商 就不会在协商场地在协商 所以原则上来说 接下来韩国瑜自己的表现 会影响到他丢出来的 这五点后续的怎么诠释 比如韩国瑜自己要做个标杆 你的协商什么叫密室 什么叫公开 你要自己做一个事办 不然其他人 怎么会知道你的标准在哪里呢 那当然我们罗志强 他也提出来就是 他认为这个生命 已经让韩国瑜严重施洗 招来很多负贫 当然这是他党内的一些意见 在过往 我们必须要强调 过往你很少有机会 听到这么样强大同时间 对韩国瑜的党内的批评 一般是不会的 底多都是零星开个几枪 摸一下他就韩粉的铺天盖地 而来他这个家伙就馋了 但是自从昨天韩国瑜 丢出这五点生命之后 你看到很多国民党勇敢的站出来 站出来说你这样不行啊 这个怎么样啊 为了你这样去调整太夸张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了 你自己亲自站出来讲天署 难得的就像刚才讲 难得的韩国瑜就是照稿念之后 之后就叫他自己回去看 他不会再做任何的补充说明 很少看到韩国瑜讲官话 因为这一套的操作方法就是 中华民国过去 不管你是哪一党 只要你获得大权的人 都经常采用的模式 就是我东西已经在那边了 你们自己在那边慢慢解脱 可他忽略了一点 过往并没有其他来淫的 对他的东西进行负面的解读 但他这份五点生命丢出 看到铺天盖地 到处都是这种负面的批评 而且是非常全面性的 那韩国瑜如何撑过 这一波的这个批判 就党内的批判 因为外面的批判其实影响不大 党内的批判 他可能会呈现在比较偏南的媒体 然后被偏南的受众所看到 这会挫伤韩国瑜本身的支持度 而且韩国瑜接下来还要思考一点 就是他如果网路上是正负贫相交成的话 他们通常不会是错开的 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地方彼此激战 也就是说在许多地方 也许蓝营的其他阵营的支持者 已经跟韩粉站起来了 这可能会造成 接下来就算初选结束了 推出提出一个国民党共同代表的时候 仍然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 所以韩国瑜的策略 能不能延伸到这么全面的部分 我认为还是值得观察 其实刚这个盛美有提到很重要的一点 你看喔 不过如果你把韩国瑜拿来 跟这个郭台铭做比较的话 就问一下亲皇 你看为什么罗志强会讲说 声明让韩国瑜严重失血 招来网路上强大的负贫 你连这个声明这么重要 你都讲的不清不楚 还不肯给最后一个答案 然后罗友自想的有错吗 如果为一个人量身打造制度 这个人是不是才是权贵 所以这个亲皇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非常有趣的是 相较于韩国瑜的声明 另外一个是由郭董所发出的声明 郭台铭所发出来的声明 你会发现在他脸书上面 那个声明 其实一定是一个 有规划过的团队 他所发出来的声明 因为里面其实回的很到位 什么叫回的很到位 一个是他其实还是坚持 告诉你说我要出选 对 也就是他不要争招 他还是在里面一次讲完 可是呢 他还是怎么样呢 把韩国瑜的诉求 所谓的反政治权贵 跟密室协商 他把它包到自己的声明里面来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段声明 其实写得很高招 他说我也敢同身受 我看起来没有再打脸你 可是我还是告诉你说 我就是要出选 他其实是跟韩国瑜的主张 稍微不太一样 但是郭董这个出手的背后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选举的主轴已经从韩国瑜的夜袭 改成现在叫突袭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看到韩国瑜旁边的人 觉得说这个这么一出 郭董宣布要参选 然后党中央做的事情 这个叫突袭 可是呢 连吴敦毅他也认为说 这个郭台铭当天在他们党部的表现 那个也叫做突袭 可是各位你想想看啊 就是吴敦毅的说法是形容说 韩那个郭台铭董事长 当天的行为叫做真情流露 真情流露到可以去被这个总理遗嘱 这个突袭的方式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也突袭得太恰到好处了一点 所以我们其实要讲的是 对于郭台铭董事长 过去的刑事作风来说 那个不能完全叫突袭 他是谋定而后动之后的突袭 他先有过规划有过安排 把相关的事情规划到位之后呢 他再一次迅速的出手 我们举一个故事告诉大家 像之前我们都知道 郭台铭董事长在业界的风格 就快狠准出了名嘛 可是你知道在科技业界 大家都是拼了要抢订单 这件事情呢 那郭董抢订单的突袭 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业界另外一位科技大佬 林百里先生 林百里董事长感受就很深刻 为什么呢 他们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国外的大厂的客户 来台湾要采购 那么你想想看 在台湾几家大公司呢 想说大订单要来啦 我们要想办法去开发 结果国内有一家大厂 他的协理呢 哇带着人想说 我直接赶到中正机场去 然后把客户呢 从机场接回到台北总公司 就把他先接走 这个协理就想说 哇我的速度这么快 我大功一件啊 结果他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到机场现场去 看到前面出关大厅的时候 我们到机场不是有出关大厅吗 他已经看了广达的林百里董事长 带着公司高阶主管 排一排站在那边 等着要接客户了 林百里比他动作还快 气势先输人家一劫 人家林百里董事长动作多快啊 可是呢 看到前面的门 在打开了之后呢 走出来的吓一跳啊 那个大客户笑咪咪的走出来 旁边另外跟着他笑咪咪的人是谁 就是郭台铭董事长 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跟他一起上飞机呢 因为郭台铭方面他们已经知道 这位大客户在哪边转机 所以他就预先安排飞到那个点 一起跟着客户转机搭机 然后呢 在飞机上就把那个订单给谈妥谈下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突击站这件事情 以郭董过去的形式风格来说呢 那个是他的SOP标准程序啊 小意思 而且我们刚不是听到广达林百里董事长吗 你知道之前这个郭台铭是怎么称呼他的吗 叫他大哥耶 他们双方的私交成绩是非常的好哦 因为当时郭台铭的洪海还不大的时候 他们做连接器的嘛 那结果呢 郭台铭已经过世的妻子林淑儒 为了要帮这个郭台铭拿到这个广达的订单 听说林百里喜欢吃饺子 自己包饺子 请林百里来吃 林百里知道了很感动啊 所以之后呢 他常常跟郭台铭聚餐啦 喝红酒啦 然后呢 广达做笔店的那连接器 一定都是给洪海做 那这么好的交情 到2005年的时候呢 当时林百里传出离来 业界也传出说 广达有可能被洪海去并购 那那时候呢 郭台铭很有意气的讲什么呢 他跟林百里说 我绝对不会并购广达 而且在有生之年怎么样呢 他不会跨足到广达所做的笔店代工业务 结果你知道吗 过了两三年的时间哦 鸿海切入了笔店代工业务 他切进去了这件事情呢 哇 让林百里非常的生气啊 甚至怎么样呢 他切进去这一块业务 还把广达挖了一个副总走 还挖了一个60人的团队走 挖走这件事情 让林百里生气到什么程度呢 他把这个副总的离职 改成免职 意思就是不是你主动走的 是我要你走人的 甚至怎么样呢 林百里还讲了一句话 林百里还说被挖走都是不好的 好的都没有走 而且很多人都回来了 那为什么这些人回来呢 因为去那边要罚站 在我们广达不用罚站 你看连这句话 他都还要再酸他一下 甚至到学运的时候 请记得前一阵子不是有提到 郭台平董事长讲的那句 民主不能当饭吃 他讲完之后呢 林百里怎么回他的 林百里回他说 民主可以当饭吃 而且是经济繁荣的基础 你看当初被突袭之后呢 这两位科技大佬之间呢 那个中间的恩恩业院 就一直延续到这样 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像杜子诚也有讲了 现在韩国瑜有没有可能 自己打自己的脸 因为他爆料说 南霸天跟党主席 两个权贵要屁事密谈嘛 如果说你做不到网路直播的话 你声明只在大众面前 给我吃下去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用词 已经到这样的程度了 但不管是郭也好 其实他们各自都有各自要面对的问题 比方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瑜的部分呢 他可能要面对到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要怎么样 对高雄市民来做交代嘛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政治权贵热衷密室协商 你这句话是不是已经造成了 党内的分裂 而且刚刚盛美有提到 那请问如果是你出来选 这些政治权贵凭什么还要帮你 你不是庶民吗 好另外呢 他密访中联办的这个事情呢 对于这个中国的立场呢 其实已经被质疑非常久了 当然质疑中国的立场 还包括了郭台铭 那还有郭台铭的这个鸿海帝国 以及他政商两栖的这个身份 亲中还是亲美 还有刚提到的这个霸气雨露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这个瑞德 你怎么看双方要面临的这个难题 尤其是这个韩国瑜 你市场办公室还在整修 你现在已经要落跑跑去选总统了 你总要给高雄市民一个交代吧 事实上呢我记得他的这个市长 本来的市长是现在是海洋局 还要好像要到六五六月才会落成啊 然后呢市长是他这个 包括接待贵宾区也都很大嘛 对不对 对 会不会市长是都还没有落成 还没有证实包括海洋局 都还没有这个办公室 还没有完完完结的时候呢 他就请假去选总统了 是啊 会不会有这个现象啊 那当然韩国瑜他有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顾忌了 那现在高雄市相关的议会呢 正在总咨询 所以他现在不能主动表示去 否则就民进党的高雄市党团 一定K你嘛对不对 对 但问题是他的理由是 我不能只有选四个月 当四个月高雄市长 这时候就去啊 那人家会讲话 那你六个月七个月 就不会讲话了吧 他们是一样 对 意思是一样的 你做一年跟做四个月 然后呢 你就这个没有做好做满 然后呢你就去选你的总统 你对高雄市的89万投票 给你的市民的承诺 一样是一样是没有兑现啊 一样是 你就把他们承诺踩在脚底嘛 那么我最近这几天 不是有名嘴说 他把高雄市长应该做完的嘛 是指阿诺史瓦辛格 邓紫棋 还是什么赛马赛车 然后摩天伦都还没看到了 对不对 而且摩天伦在哪里啊 对不对 然后呢爱河都脏了 还扶一层油 他已经有两个人跳河自杀了 等等啊 你要你要向高雄市民交代 对 这个其实也是韩国瑜最怕 为什么 外奖也没我们赢 那个现在虽然看起来 泰式不错民调很好啊 到明年1月11号 你怎么知道韩国瑜 就一定当选那个所谓的总统啊 万一没当选怎么办 所以请问你他会不会辞职 不会啊 请问你 那人家当时这个 当时朱立伦也没有辞职啊 为什么朱立伦当时选总统的时候 不用辞职我要辞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辞 你不辞 但是人家一定会打你嘛 一定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诚信啊 什么对线啊 高雄要成首富发大财 你都没做到什么什么巴拉巴拉 全部人家怎么会放过你 我都不会 而且你还第一任你才做几天啊 我都还不会放过你了 那些你的对手怎么会放过你嘛 那还有包括啊 你既然访终的时候 进入了中联办哦 然后呢 国台办还 国台办对不对啊 还帮你讲话 然后中联办利用你 作为一国两制的背书嘛 虽然你回来以后说 我们台湾中华 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嘛 那你在当地为什么不说 你为什么要进去 你不要进去就没有这个事了 你不要跟我讲说 因为没进去中联办 就卖不了水果了 我告诉各位啦 那是好笑 没可能的事嘛 你不用进去 一样可以达到你的这个结果 然后呢 一样可以推销农产品 那你为什么要进去 难道你没有SIS 没有智慧吗 你的硕士论文 还是跟统战相关 中国相关的嘛 你应该非常了解他们嘛 你还在军队里面 炮兵里面 当到这个上位嘛 那事实上呢 除此之外呢 今天还有一件事 今天还有一件什么事呢 这个媒体界的朋友啊 也因为被韩粉 所以攻击 最后退出江湖的黄光晴 对 今天又丢了一个炸弹啊 因为他被人家攻击啊 因为韩粉攻击他 那时候一直攻击他 一直攻击他 还要威胁他的小孩 还讲的污言会语 讲一大堆嘛 他也是跟我一样去怒告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要攻击他说 钱还来 因为他出了 他1月1号的时候 出了一本 跟着月亮走嘛 就是韩国瑜的书嘛 那现在就有很多人说 这本书畅销啊 然后呢 你拿了多少钱 钱还来 那么黄光晴自己出姑 他到底卖多少不知道 但是至少出姑 3万本以上 应该没问题的 他今天在自己的脸书 丢了个炸弹说 你错了 事实上呢 当时你如果要找版税的话 不应该找我 应该找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哦 因为李嘉芬找黄光晴 谈过这本书的版税 给谁 所以呢 黄光晴直接讲了 他的版税认为 那么就给这个韩国瑜嘛 合理啦 他认为合理 那么也跟出版社 这个 了解过 第一批所付出的版税呢 事实上150万 李嘉芬已经拿走了 那李嘉芬另外贵了20万 是有关黄光晴的稿费 也就是稿费 就写完就没了 你知道吗 那事实上去采访 采访相关韩国瑜 李嘉芬 韩兵啊 相关这些人 各花两个小时以上 这是黄光晴 然后呢 纸笔的也是黄光晴 照理来讲 这本书 我也出过四五本书啊 这本书的版权 只有属于一个人 叫做黄光晴 除非黄光晴 把整个著作权全部转让 否则就是黄光晴 这些钱150万 也应该是黄光晴拿的 不过因为他 阿萨里嘛 对不对 好他现在拿走了 不过黄光晴另外讲说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李嘉芬 当然这个是黄光晴的 片面之词哦 那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应该出来说明嘛 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就一本书 已经没多少钱了 现在包括很多金主 捐款给这个 之前捐款给韩国瑜 我相信都很多了 不过呢 好像黄光晴的说法是说 那么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 也剥夺了相关的海外版权 然后呢 没有经过原作者 就黄光晴同意 把这本书的原创电子党拿走 所以他已经寄纯正信函 给韩国瑜了 因为原创的电子党 属于著作权 要尊重我这个创作者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 从这件事情里面 可以看得到 因为黄光晴自己本身 是非常非常铁杆的 这个韩粉 今天为了一本书 被攻击成这个样子 他必须出来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这些一件一件都在告诉你 韩国瑜不是神啊 他真的不是神 他有人的七情六欲 当然另外一位 民调仅次于韩国瑜差一点点的 那么郭台铭也不是神啊 鸿海帝国政商两期 政商两期 当然在台湾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啦 台湾一向都这样 不过因为他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他一百多万的就业机会 跟他最大的这个帝国 其实都在对岸的中国 不是在台湾 鸿海在台湾 虽然股价起起落落 对不对喔 可是事实上真正他的帝王 成就他的霸业 其实在对岸 然后呢 他到底是亲中还是亲美 他在川普刚当总统的时候 小飞机飞到了美国去 一百万威斯康辛州的投资人 现在到底有没有 还不知道嘛 还在吵嘛 然后川普接见他 到白宫邀请两次 感觉上他很亲美 可是他在中国这一部分 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抹灭的嘛 包括你的富士康里面 有共产党的支部 还有三万的党员耶 各位 这个东西是非同小可 当然你会说 我在那边赚人家的钱 人家就一定要 大企业里面设党部啊 对不对 你这方面你要说清楚讲明白啊 他虽然很霸气啦 他有小编有帮他解释说 民主不能当万 就是我有前面的 巴拉巴拉的一些前提啦 政治应该替经济服务啦 那员工都是志愿加班 因为回去百分之十五 九十五都在打游戏啊 他认为他有一个价值观 我觉得郭董呢 他自己本身其实有 他自己的价值观啊 你不能说他不对 因为他靠着这个价值观 他到现在一天都工作 十六个小时啊 他认为说年轻人 你要追求更好的薪水 你不要去抱怨说薪水低嘛 你要追求更好的薪水 那你要知道你付出是多少 可是现在年轻人 最讨厌怪老板啊 那你会不会得罪这些年轻人 你在做民调的时候 你就会得罪这些年轻人啊 但是当然很多人质疑 他的霸气说 我的国旗在这里啊 对不对 帽子的国旗在这里 所以苏仁汤讲的也没有错啦 你如果真的敢戴这个国旗帽 去跟国台办主任见面 去跟刘洁一见面 跟习近平见面 我就跟你打不到 那时候不是打马赛克 那时候你到门口的时候 如果真的没办法 可能国台办跟这个习近平在那边 可能用最大的电风扇 吼吼吼吹点帽子飞掉 你知道吗 问题是不可能嘛 你也不要忘记 郭台铭的私生活也是一个 一个攻击的目标 2007年的一件婚外情的指控案件 那也是郭台铭的一个致命商啊 当然他出来谁没有过去 所以他出来已经处理掉了 但问题就在于说 可是啊韩国瑜也好 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高峰 也有自己的攻击 现在攻击一个个出来了嘛 连今天你看一些支持他的人 都对他有意见嘛 罗友智也是支持他的韩粉啊 黄光潔也是支持他的韩粉啊 一个一个对他有意见 那郭台铭也是一样 他也必须面对考验嘛 那郭台铭会给 为什么会给一些年轻人 或中间选民 还有一些国民党你看最现实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个人在本节目一直赞成 非韩不投嘛对不对 你本身就不要 你是指做支持者你就不应该坚持嘛 但是你不要小看郭台铭 人家也有人家的支持者啊 否则问你嘛 为什么人家都没有办法裂解的 别的候选人都没有办法拉回去的 郭台铭一来以后轰了就回来 韩流跑了一半到了郭台铭这个地方 所以表示他会给你一个就是 我虽然霸气 我虽然有很多争议 我虽然讲了很多的话你不认同 但是我有我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在 那只是说那郭台铭要开始 打这个选战了以后 我相信郭台铭就必须要更变 跟他自己现在 哎不要小看哎 他现在听说重金礼聘相关人士 在操盘网路 然后呢开始一包 你看他反反反国瑜 记者会一结束郭台铭 棒了就下去了你知道吗 他讲的都好 我也讨厌权贵你知道吗 所以国民党也没有跟我来来往 那就马上把权贵的部分 我的部分就切割 我对党中央我也不满 对没错你看 规则还没出来搞什么鬼 厉害吧不到一个小时 我已经切割完毕了 你完全上不到我 哎这是个可怕的对手 见机履歷 郭台铭已经做事情就是 我要做的事情马上完成 你知道吗 我不要跟你拖你带水 那马上完成 那所以这场选战啊 对国民党来讲啊 到底两个谁会出现 还是真的是一场 非常好看的宫廷大戏 不过问一下这个淑慧啦 其实坦白讲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 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嘛 像郭台铭 其实发戏一路 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 可是年轻人是非常反弹的 但是主要是来看到 韩国瑜这个部分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他昨天的那一纸声明 连那一些青蓝的名带也好 名嘴也好 都觉得非常的失望 更何况高雄市民 你怎么看韩国瑜面对的困境 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真正让韩国瑜 现在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并不是说其他的参选 而是高雄市民 他的高雄市长这个位置 已经有人在发起 要趁其迈回来 选高雄市长了 所以他的参选声明里面 当然也有人质疑说 你说你要当总统 你才能改变高雄 但是如果高雄的继任市长 跟你是不同调呢 那怎么办呢 你即便当了总统以后 你还是没有办法 把高雄变成你当时 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许愿的那一个高雄嘛 不管是摩天伦 不管是赛马等等的政界 所以这也有人是说 那你能确保继任者 还是国民党吗 你能确保国民党 还是拿得回高雄吗 那现在看起来是 这些都会变成是 韩国瑜的考量 因为他的考量不是说 OK 我对党有承担 我对国家有承担 可是也有人是说 那现在这五个也说 我有承担啊 我也愿意去负责啊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 无可置疑 他现在还是民调最强的 甚至是蓝绿白 摆在一起 他都是最强的 可是这个最强的过程里面 慢慢慢慢的 随着说更多的候选进来 或者是说 未来柯文哲的出手 又或者是民进党 底定一个人以后 那会开始检视 检视他 因为现在大家没赢啦 民进党没有空去检视他 然后柯文哲老神 再再再处理他的全省走透透 这件事情 可是等到之后呢 还有高雄民进党 真的民进党的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在等高雄的六七月 为什么 因为高雄六七月就开始 会有暴雨 会有午后雷震雨 会有大雨 然后以高雄现在的脆弱的城市建设 是不是能够撑得起说 这样子的天气候的挑战 然后淹水的时候怎么办 像之前陈菊 因为去年我们知道说 整个选情的大逆转 就是五千个天坑的出现 那如果在韩市长主政之下 如果再次出现所谓的天坑 因为毕竟不可能几个月 又整个高雄的路全部重新铺 因为高雄是台北的十三倍大 那请问一下 他如果他怎么样边选 然后边面对那些天坑呢 还是说交给副市长呢 还是说他还要去参摘 可是一边又在选总统 我想这就是他选总统之间 所要处理的整个过程 那至于郭台铭 也有很多民进党朋友跟我讲说 郭台铭也很好拍啊 对不对 他跟美国的关系啊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怎么去证明说 他以后在大陆的企业 他不会被绑架啊 也是啊 对不对 然后他的公司 哪一间公司经得起查税呢 所以你看企业界一听到查税 都很害怕 所以他们也认识 还有刚刚瑞德大哥说的 他过去的一些新闻啊 当然民进党手上也都有啊 所以可是就是这样 你进的厨房你就不要怕热 要参选你就一定要被检视 这个东西你逃不掉的 我想他们应该都想过也承担 也愿意承担 你觉得郭总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啊我们要怎么呢 你就出来算啊 他才三个给大家公情做啊 对啊 你就不能变算 变说我不知道很恐怖呢 我要来走 这不可能嘛 以他们两个个性 一个已经选过一场也很难选嘛 那一个活力来刀里去 他的企业集团116万人 在各国做生意的那种 那种快狠准是不输台湾的政治 刚刚大家都在说郭台铭的动作很快 没有错啊 他以前就讲过啊 这个世界没有大打败小 只有快打败慢嘛 所以很多人之前 比如说他做夏普的决策的时候 他所有决策都是当场做嘛 所以为什么是空中非人 他的公司 我听过我同学在他公司啊 他说他们公司很多会外派的人 所以我护照跟台胞证 都在公司的总务那边 然后今天说哎 你要出你要出差了 你就几点几分到机场去 会有人把你的机票 跟你的证件给你 你就负责去就好了 这就是鸿海的快跟鸿海的准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的个性也好 或是霸气也好 他经历过这些检验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只是或许 政治跟商业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毕竟商业没有人 会去把你祖宗八代 通通挖出来 把你太太今天身上 穿的衣服是什么牌子挖出来 但是到了政治选举都会 你小孩子今天穿那件是名牌的 那一件多少钱呢 不就是这样嘛 所以仇富这件事情 可能还是郭台铭必须要去小心面对 因为毕竟这是这几年 因为台湾出现贫富不均 差异太大 所以普遍的年轻人心里面 对于仇富这件事情的情绪还是在的 我觉得说不定这些都会超过以上 以上刚刚讲的这一些理由 问一下这个盛梅 你觉得谁的弱点比较多 他们各自的罩门在哪里 其实他们两个都有一个严重的罩门 是刚刚各位都提到 尤其是韩国瑜他的 跟高雄市民之间的承诺 到现在为止 网路上的一个影片 就是2018翻转高雄 那有上百万点月率 到现在还有人在点 那他当年说了什么 因为高雄又老又丑 所以我们要翻转这个城市 但现在翻转过了之后 当然他在五点声明里面 他其实有替自己解套 因为要台湾好 高雄才能好 这句话他不是平白这样讲 他告诉你们了 我要当总统 我现在只做高雄市长 我很多事情我做不了 他其实一路都有讲 他即使是去帮农民签这些约 他觉得他背后都有人扯他后腿 所以有关这一点 他其实一直在替自己做解套 但是 对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已经有人在讨论 你刚刚讲陈其迈对不对 对 很有趣了 怎么了 陈其迈其实落选之后 他把自己仰望得很好 是啊 那个暖男 还有那个输掉的 很多人其实喜欢他的 多少人讲说 天哪 陈其迈 这个选完以后 我更喜欢他了 或者对他刮目相看了 那你要不要问一下 韩粉或高雄市民 如果现在一路就披荆斩棘 韩国瑜就代表 国民党就披挂上阵了 然后 然后 我们来幻想一下 他进了总统府 高雄市呢 然后 就再回到陈其迈手上 那你当年讲的 我们高雄市民 不欠民进党 怎么回去 就是 你知道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的选民 或很多民众 他们会讨论 所以这会是韩国 于一个很大的招门 但是 我个人认为 看过这么多政治人物 各位 赵门最后也都能翻转了 真的 如果他今天真的 就卯下去要选了 这些东西 对他的支持者来说 都不会是个赵门 他们总会替他找到出路 可是有中间选民啊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 那郭台铭 我们刚刚也提到 如果韩国瑜 跟高雄市民之间的 那个承诺的话 那郭台铭的鸿海帝国 虽然各位都讲说 其实没有问题啊 这个大老板 最后就到时候交给CEO 就这么简单吗 我不认为耶 这个怎么去做一个切割 跟所谓利益回避的问题 对 因为毕竟郭台铭 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刚进来这个揽钢里面 他都快受不了了 对不对 以他的行事风格 当然很多人 喜欢郭台铭 会觉得就是因为政治素人 所以他可以大破大力 但是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讲 各位刚刚也都讲了 就是因为是政治素人 所以接下来要把他 把好多层皮的这个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那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台湾民众很奇怪 我们有一种仇富的心态 我们特别严重 我们跟东南亚其他国家比 我们特别的严重 我们光看到那个跑车在路上烧 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疗愈 甚至就很奇怪 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 你说韩国瑜 虽然各位都会批评说 都没有做什么 可是我必须讲 他某些事情很有感 什么很有感呢 他上任高雄市长之后 他有讲 他本人的肖像是开放给大家 大街小巷都有韩国瑜的肖像 都有他的照片 那你觉得这些卖肉羹的 夜市摊贩之类的 甚至韩国瑜将来 如果要总统大学 他任何地方跑的时候 夜市摊贩跟着 人家觉得他有感 至少他在这个时间内 他有赚到钱 那他是不是就有感觉 那你们很多人都讲 郭台铭更好啊 可是各位也知道 那两根掌停板 我们也没跟上啊 所以那个有感的差别 还是有落差 所以我认为 这两个人面对的问题 面对的那些 眉眉嘎嘎 其实差不多 这也是这出席 最好看的地方 我最后小小讲一件事情 是不同的思考方式 虽然大家每天 一直在这个节目上 一直骂说 你国瑜董 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你反过来看 很棒啊 人家这个歌仔戏演不停啊 对不对 感觉其他弱化得很厉害啊 是不是 现在连阿伯都没声 是不是 连朱立伦好歹出来 讲几句话了 我历史说其实 有啊 他一直有在讲 没有 不太有人理啦 对啊 我历史说 你不怕可粉 我们从比较选举的那种 就是全谋算计来看 他这个戏一直演下去 我必须讲 其实今年过完年 国民党就一直在选举了 他这个热度一直没有停 所以你们会觉得 国民党怎样 他到时候总会推一个人出来嘛 他整个热度不停 对这个党 我们只能从这样讲 还是有利的 对 不过清皇 刚刚讲到这个 韩国瑜我们讲很多了 可是郭台铭 其实他的罩门恐怕才是这个大洞 现在连内线交易都可能有人在质疑他了 对 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对郭董来说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因为他算是台湾民主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大商人参选总统的首例 所以就变成说利益这个问题 到底要怎么谈得清楚 就变成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我们先看到股价 为什么要给各位看股价呢 因为各位看到这个股价 是因为他宣布参选前后的时间 你会发现他的股价拉到差不多最高到九十七块左右 那么今天是跌到了八十六块九 这个意思是告诉你说这一段时间以来 鸿海的市值大概蒸发了五百多亿 那蒸发了五百多亿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郭台铭说他要选总统 所以你觉得我买一张有机会赚钱 那么今天你可能笑掉眼泪了 因为他价格跌了很多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我们刚刚是不是谈到利益的问题 这里面你至少就看到三个 第一个是股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五个月的时间 我们从公开资料知道郭台铭董事长 对鸿海他自家的公司 增加持有买进他的股票三万六千多张 那么三万六千多张 他说买的时间点大概是在鸿海的股价 差不多是七十块上下的时候 那七十几块这个波动的区间 到我们刚刚讲到了九十几块的时候 哇这个增加的幅度至少增值了三十趴以上 那么中间增加在三十趴上下这个水准呢 当然是什么很大的一个利益嘛 那当然说他股票卖掉 他要持有实际赚到钱 可是这样的一个前后的股价波动的状况呢 今天就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余婉如怎么样呢 他就质疑说这个有没有内线交易的嫌疑啊 那当然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他是出来说 这个很难认定啦 他也说这个东西喔 相关机关认定说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啦 可是在民众心里看起来喔 你听说他在宣布选总统前面几个月 都在拼命买鸿海的股票耶 对就我们刚刚说三万六千多张啊 那三万六千多张 你从低点七十几块到这个九十七块 这中间的落差当然就很大啊 而且这是我们看到鸿海喔 你如果看下面 因为鸿海不是只有一家在台湾上市的公司 他有好多家公司 包括在香港挂牌的富志康 以及在上海挂牌的工业互联 所以你看在香港的富志康 他的股价也是啊 当他宣布之后 哇当曾经一天的涨幅多少呢 一天的涨幅可以超超过三十趴啊 所以你会发现他盘中拉高的幅度呢 这个中间最近来的买盘 实在是让你也觉得看得很吃惊 可能他们对郭董真的都很有信心 但是这个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提的是 光是在股价的部分 很容易就变成是 你如果不碰选举你是商人 OK啊 但是当今天你如果是碰到选举的时候呢 在政治上他就变成一个可受公平之事 那这个是股价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到什么呢 看到你看管长在这两天出来讲说 说郭台铭如果要对台湾有贡献的话 你就把就业机会搬回到台湾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鸿海在全球我们知道他有百万大军啊 将近一百二十万名的员工里面 在中国有超过八十万名 他算是中国相当大排名前五大的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哦 所以才会让管长讲出这样子的话 那各位你想想看管长讲的话 会不会对他的粉丝甚至年轻人 在心里面会有影响 对啊 你在你当上总统之前 其实你要帮助台湾年轻人 你就把一部分就业机会搬回台湾就好了嘛 就会有这样子在政治上直接的联想嘛 那第三个鸿海做生意 我们知道他很大的部位在哪里 是在中国嘛 那所以你也发现一件事情是 他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中国给的退税补贴 进注口增量补贴 这些东西鸿海会不会有拿到 富士康他当然会有拿到嘛 所以你也看到今天有立法委员出来讲说 光是二零一七二零一八 他的互联网工业 从中国政府拿了将近九亿人民币 台币四十几亿这样子的补贴啊 那这个补贴从政府补贴啦 退税补贴啦 出口增量补贴都有啊 那另外你也看到什么 他香港挂牌的富士康 他从二零零七到二零一八 所拿到的补贴 也有超过十四亿人民币啊 那他从中国拿到这么多的补贴 补贴到他的公司上面去的时候呢 那在选举过程里面 你认为一般的选民看到这样的状况 他心里会不会有疑虑 他当然会有疑虑嘛 当今天郭台铭董事长已经做好准备 要打这一场选战的时候 我们相信他已经做好很缜密的规划了 为什么因为有人用这样去形容 郭台铭董事长的性格 什么性格呢 他就像狐狸一样 有人用狐与狐来形容嘛 他动手的时候会像老虎一样凶 但是规划过程中会像狐狸一样的狡猾 那从哪个事情看得出来 从当初他去布局Nokia订单的时候 就看得出来 你知道鸿海郭台铭董事长 当初为了要做Nokia订单 因为Nokia当时很得意啊 是世界大厂啊订单多啊 所以呢Nokia那个时候 根本不要鸿海来做他的生意 结果郭台铭是派自己的大将 举家搬到芬兰去 因为Nokia的总部在芬兰 是搬到那边去就近观察 终于有一天让他等到 Nokia的一个做饥渴的供应商 落衰财务危机 所以鸿海在那个时候 赶快拿钱出来入股他 就在这样的一个切入一个moment 他就切入了Nokia 他的市场里面去 所以你想想看 一个可以等这么久去做布局的 郭台铭董事长 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 绝对不会只是用突袭的方式 去呈现他选总统的方式 学伟你怎么看 这两个人谁比较好打 都很难打 不要想太多 我跟妳讲 都很难打 对啊 都很难打 你说实在话 当初寒流会起来的时候 就是堵来民进党 你知道吗 所以既然民进党的声势 你看到他有上涨吗 没有嘛 都被国民党内斗的消息 给掩盖住了嘛 对不对 那我刚才清皇讲的一句话 我要先回应他一下 他说那时候买股票 其实实际是郭台铭 我帮郭台铭讲话 可是我不是郭粉 不要讲 郭台铭当初他有曾经 为他的鸿海市值教区 他说他的工业妇联 市值都已经到一兆多了 哪有子公司的市值 比母公司还高的 所以他当然那时候就鼓吹 自己带头先买股票 所以他那时候买很多股票 跟他要选举没有关系 另外刚才盛梅讲说 现在社会上是仇富 仇富是仇富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从小 当小屁孩的时候 就没有辛苦过一天 没有赚过钱的 他就可以开超跑 在马路上轰轰一罐 我们仇富是仇富那一种 对郭台民众白手起家的话 你什么时候仇富过 对不对 而且像王永庆 你看那个故事 还被人家放大写这么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讲过韩国瑜 韩国瑜 你看 当年 不是当年 就是今年跟去年而已 你知道 韩本为什么 韩流会兴起你知道吗 我就跟你说 那个时候国民党在野那么久了 说软趴趴 你也没看过国民党做过什么事啊 那韩国瑜是跳桌出来 因为他比较强硬嘛 对不对 他一个人靠着一个人 什么空眼水来滷肉饭 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他在那边 好啦 打下一片江山 你说国民党什么时候 造势场合有 那国旗可以这样摇的 大家看到那个国旗的话 而且从高雄开始摇 摇到全台湾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韩流的效应 外衣效应出来之后 让所有很多国民党 那国民党好像摇摇了 不要摇摇了 突然间摇起那种热情 你知道吗 都已经冷掉那么久的热情 被摇起之后 对不对 我当然非你不嫁 对不对 我嫁离了 我跟定你的对不对 我嫁定你的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 才会有这种韩流期 那你夹杂这种效应 韩国瑜之前为什么 他一直讲说 他不想要那个 一直曖昧表态 到底选不选选不选 都一直曖昧 其实他是想要 用时间换取空间 他想说我维持这种高民调 大家呼声这么高的时候 呼到最后的时候 朱立伦跟王金平 是不是就被人家 那个忽视掉了 所以大家都只要韩 那时候只要韩国瑜 其余免谈 就是这种道理 所以他就到了那种 我那时候一直强调说 他黄袍加上 他蓄姬那种够的能量 可是你知道吗 他去到美国之后 你看他也自己 哇 那个样子 他先去中联办 我先讲中联办这个 韩国瑜去中联办 为什么中联办是掌控 大陆采购农产品的权力 在中联办 是啊 不是台湾什么中联办 你给我乱检举 MCC就听清楚 我在跟你说 当初你看 韩国瑜去中联办 去大陆行去澳门 对不对 后来他要去美国 他把自己的位阶 拉高到总统的层级 对 开始炮火四射 对不对 开始自左炮什么东西 三个总统都骂了 对 开始骂了说 他表示说 我那时候就讲说 他回来一定要宣布参选 可是他也蓄积那种能量够 哪知道他才上飞机 手机关机而已 台湾就给你一天之内 就给你上演郭台铭 要怎么荣誉 中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被人家开枪 觉得说这个很不爽 为什么国民党敢在这个实际这样做 因为你韩国瑜 已经不再是我的唯一啊 对不对 我那时候有一个郭台铭啊 政治是现实的 对啊 民调跟你插不完 对不对 你那些买到美国之前 又给他招 对不对 吴航会又给他取消 又不敢跟你见面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政治人物之间 那种不爽的那种程度 已经到了这种 彼此之间都私底下按来按去 没有放枪 对啊 吴敦英说没有放枪 没有放枪以后捅刀啊 对不对 所以在跟你讲说 可是我们发现说 韩国瑜为什么 刚刚我们讨论他的声量 就是他发表声明之后 为什么那个声量没有充高 对 制度没有充高 没有明显充很高 照理来想 哇 光他义愤典殷 炸壤 再给你打这个打那个 对 那为什么他的支持度 你现在民调支持度 想必应该是不会升太多 因为我身边很多韩粉 对不对 韩粉 这些韩粉 其实有点转向 哦 在声明过后吗 对啊 因为他们私底下是跟我讲说 那个韩国瑜那个声明 说实在 我觉得之前就已经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参考那个出师表 文情并茂 你说得那说清楚 大家就觉得 他对你的那个声明 有点失望啊 对不对 你这个声明说实在 你没有安抚别人 也没有去支持 而且之前不是爱与包容吗 对 结果还制造敌人 对啊 你还是丢一颗炸弹出来 所以就很多韩粉 就已经对他已经那个 有点失望了 对啊 当然失望 大家就比一比嘛 因为郭台铭 一个小时之后 又丢了一个声明出来嘛 那个声明 高下立判 高下立判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韩国瑜现在缺陶是什么 人家说什么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对不对 韩国瑜到现在 粮草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而且我就讲说 你的幕僚太弱了 对不对 你如果要选总统这一局 我说真的 你幕僚要求嘛 要兵多降广嘛 对不对 你还粮草充裕嘛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你就只扣你一扣 对不对 对啦 有很多韩粉 可是说实在韩粉 也有分很多种 就像我刚才讲说 大家就觉得说 平心而论 就光这个幕僚群 因为现在开始 说实在国民党 这些候选人 大家都目光 已经放到韩国瑜 跟郭台铭身上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 要审视说 哪一个才有治国能力啊 对不对 那我说实在 郭台铭大家都驚 你的责任这么多 你那边要怎么处理啊 你怎么有 我说真的 你都想太多 郭台铭今天 他还不是起心动力 又不是第一天 对 他难道大家在安抚他的时候 他的智囊团这么强 难道没有帮他想好 郭说实在话 当初大家还想说 郭台铭那种大老板的 的那个 什么什么生态 他出不来 他没办法 他手没办法 我跟你说 骗什么 你说的股东会 他怎么办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跑业务出来 跟你办法 他怎么办法 对不对 你办法的工夫 又没办法 所以他这些事情 我跟你讲 已经演练过了 不用帮他想太多 所以他也早知道 他今天要这样出来的话 你看他切割的速度多快 包括国民党忍处理 还有那天什么 吴敦毅先走什么东西 他马上就可以做处理 而且那个刀都是到位 你知道吗 我被切都切得干干净净 不会托泥带水 现在政治人物有谁像他这样 好啦 那接下来就讲说 有些人就讲说 现在我们出选 国民党乱七八糟 是不是可以让郭台铭 朱立人跟王金平先出选 出选完之后 谁高的话 如果民调高的话 那个时候 如果还是不行 对不对 没有盛选的时候 或者说还是韩国瑜还是 民气很高的话 对的 支持度很高的话 让他们两个再PK一次 我觉得想这些人 心底下觉得国民党不够乱 是不是 一次就把它解决掉了 我就跟你讲 其实 如果真的 韩国瑜不参加初选的话 我真的跟韩芬讲清楚 韩国瑜不参加初选的话 现在台面上 郭台铭朱立人跟王金平 他们三个在玩初选的话 玩到最后的话 韩国瑜会被玩掉 说实话 大家觉得你没有希望了嘛 对不对 你目光大家都注重 在这三个人的民调身上 而且我跟你讲 郭台铭是可以取代国民党 很多支持者的 你可能一项韩粉在那裡 我说一句话 韩国瑜慢慢被忽略掉 你韩粉就慢慢流失 流失到最后 铁杆的韩粉有在那边 那这些铁杆的韩粉能够成什么气候 对不对 到时候你要不要投 韩类投给国民党 所以到最后 你韩粉坚持到最后 你不赶快替韩国瑜解套的话 你韩粉到最后去通盘皆输 不过学伟刚才讲说 这个韩国瑜跟郭台铭都很难打 是这样吗 可是你看韩国瑜跟郭台铭 都去打小英 反而把小英打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中国立场上 坦白讲现在在国内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去质疑 就是郭台铭还有韩国瑜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相较之下 小英在这方面 绝对会是得到支持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辣台妹护政权 最近呢 他的这个网络声量这个排行榜 我们看到 在这个政治人物方面 第一名还是小英 小英的谈论数高达390万则 然后其次才是柯文哲 远远落后小英 有100多万则 柯文哲只有大概230万 更不要讲韩国瑜只剩下128万 赖清德大概108万 而且呢 这个他回呛韩国瑜的这个太监穿西装呢 这个还是太监 之后呢这个网路飙升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最新的就是他去探班这个本土剧 哇这些这个演员 这个非常的这个兴奋 好惊讶 好惊讶 好惊喜 而且呢还做了一支影片 跟这个苏贞昌说 我们一起冲了99天 当中列数了苏贞昌99天里头的各项政绩 那最新的呢 就是上这个网红的节目 而且看起来呢 很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请来我们看这段影片 请说出三种用嘴巴做的事情 哦 呃 吃饭 说话 唱国歌啊 请问唱的是哪一个国的国歌呢 我当然是中华民国国歌啊 中华民国国歌啊 你一定有问中华民国歌啊 哪一个国歌 有没有什么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总统反而变得很方便 对 我觉得现在最方便的一件事情 就是到警察局去借用洗手间 你有做过这种事情 清茶 我清茶 等一下总统要来 总统现在有点想尿了哦 总统 对 说出三种只有女性才可以做的事情 其实只有一种就是 呃生小孩 现在女性什么都可以做 连总统都可以做 就是 就是有另外一位先生最近宣布参选 郭台铭先生 不晓得小英总统有没有什么心理话 想要对他说的 哦 呃 郭董事长 选总统不需要马祖托梦 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尾涵怎么看小英最近的动作 你知道吗 连这个申蓝名嘴唐湘龙都讲 他说以他观察的小英 他向来有力转胜的本事 所以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我想啊 其实小英他现在其实 除了他个人特质的 相关的特性之外 其实执政资源 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大家各阵营都要开始打长袭战 对 那你资源够不够真的就是决胜的关键 各位可以看到 就像我们刚刚图上有看到 就是他现在的网络数据量很多 这显然不是 蔡英文竞选总部的资源去撑出来的 显然是总统府有相关的资源投注下去 再结合书贞昌的资源 彼此互相搭配各部会搭配 然后相关的一些活动 甚至是媒体资源等等 总统就是有这样子的优势战 所以他如果要去充一些议题的话 实际上他什么议题都可以充 所以他可以同时充大量议题 这样讲会比较精准 相对来说 赖清德可能就是吃亏非常多 第一他缺乏资源 他也没有真正专业的网络 他甚至也搞不清楚他现在自己在干嘛 所以重点在于说 虽然赖清德有那108万 但实际上他是有点偏负贫 因为赖清德最近他推了一个 什么他叫William的 他实际上是因为负贫 就是大家觉得好像 跟他原本的形象不合 大量广传的 所以赖清德那108万 其实也没有 真的没有到那种程度 重点是如果小英 持续的运用他 现在的操作方式 他其实就到处去 蜻蜓連水 我每个议题都沾到 然后我透过 专业的网络的宣推者 去把他推送出去的话 他都可以保持 非常稳定的处席 也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 前面一阶段在讨论 就是总统选举最怕被边缘化 这个血淋淋的例子 前一个就是朱立伦 他后来是拼命的做 各式各样奇怪的事情 想办法让自己活起来了 好 接下来这个蔡英文 他开始现在量大量的东西 开始做出来 那接下来的选举还有这么长 那如果能够持续保持声量的话 或许他还真的有逆转 这个民调的机会 当然今天有出来一份民调 我就从这份民调讲解 今天有出来一份民调 是难得小英赢过賴清德 他赢一串 好 这个民调本身 当然就是来来去去高高低低 总是会有变化 重点在于 其实賴清德 有对这个民调做出评论 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知道 他会做出评论 因为有一个网红 他在看某一部 最近很红的电影的时候 意外碰到賴清德有去看 没人知道賴清德去看 他认出賴清德了 他就问了賴清德说 今天有出一个小英赢你的民调 你怎么看 賴清德讲了一句就是 他本人就不信了 他认为这个选举民调 没什么参考价值 他们还嘻嘻哈哈的合照了一番 他说跟真正的民调 做起来不一样 对 但是重点来说 重点就是在于说 賴清德你去看这个电影 没人知道 他做了相关评论 也没人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年轻人的议题 为什么不搭 为什么不搭的推动出去 这其实才是我们在 所谓当代新媒体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力管 你可以注意小英的这些操作 其实他像上博文的节目 虽然他是有梗 但离年轻人的那种卖动 还是有一段落沙 但他做了 他推送了 他把东西推出去 就一定会有他的效果 可是賴清德现在的这些操作 或者是其他比较像是 王金平朱立伦 他们都没办法跳投出 这样的状况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都丢到水里面 没有任何机器任何涟漪 这长期战 特别是大家现在 我们最新的 他们确定要拖到六月 民进党可能是拖到五月底 那国民党可能拖到六月多 在长期战的状况下 如果你的声量真的磨顶的话 我认为对于后市来说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瑞德你怎么看小英 最近的这个动作 而且你看他还去 蛮红的本土剧去探班 然后还做了跟苏贞昌 一起送了99天 然后内容提到 各式各样这段期间的政绩 然后据说 其实在网络上是受到好评的 您怎么看 有句话叫 不姓昌生姓鬼神 我相信郭董 他笃姓妈祖 然后土地公跟官圣帝君 所以他应该是用 妈祖来做一个引言 做一个起手势 这样子 至于妈祖有没有跟他同谋 我真的讲坦白的我也不知道 所以事实上 这就是一个话题 妈祖就是一个话题 当然小英文马上就打回去说 选总统自己决定就好 不应该 不需要妈祖 对不对 我觉得答得非常好 我记得我们有个名嘴好朋友 黄上夏几年前给蔡英文创了一个东西 让蔡英文很生气 叫做空心菜 最近蔡英文的相关的 这个网络的这些小朋友 年轻的这些网络的操盘手 把空心菜的代仪叫硬菜 硬菜 硬菜你知道吗 硬起来 结果硬起来以后 空心菜本来 让你感觉没什么 硬菜 一句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独一吗 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1月2号 蔡英文不是也是因为硬起来 所以大家才有现在的讨论空间 才会有390万的讨论空间 对不对 年轻人突然间喜欢他 去年11月底到12月 我如果告诉你说 蔡英文会在竞选年 让年轻人支持他 你一定说我笑的 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改变 同样的一个想法 稍微改变一下 刚刚学伟就讲说 哎呀其实这个韩国瑜 郭董都很难打了都很怎么样了 哎 你可以看到丁学伟的这个 治理行间里面 他的朋友就已经倒向郭董那边了 再拖到6月多 再拖到6月多 韩粉这边非韩不投的 跟非郭不投的 两边是已经分到扬镳以后 两边就机关枪拿起来 火车队撞了啦 你要知道李嘉芬背后开枪 一枪就中枪就不太舒服了 对不对 那边是机关枪 扫射员手榴弹都丢出来了 你要知道自己不要再做梦了 去看看网路上这边打成什么样子啊 一个团结的海啸当然那么高 当他分流了以后 各位啊 太平天国可以打到南京啊 本来以为可以打到北京的 结果大家搞内讯了以后呢 就分到扬镳 最后太平天国就被消灭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没有人想到 你可以打到南京嘛 可以成功成这样嘛 现在国民党不就是这样子吗 刚刚讲到中联办 对不对 中联办一国两制这些东西 包括今天国台办 都继续帮蔡英文助选啊 对不对 你国台办讲的东西 一定是台湾人民讨厌的东西嘛 那你认为你的东西是你的坚持 你的干什么 蔡英文今天又K回去 我的声量又起来了 对 因为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是这样 你台湾的年轻人 你不要不要把台湾的年轻人 把他这个污名化 我们也都年轻过啊 不要老是说我们当年怎样啊 现在人家是怎样 年轻人怎样 像年轻人人家很多的idea 我跟你讲坦白的 来我脸书留言 那些小朋友一句话 我都觉得这个创意这么厉害啊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年轻人 现在是人家是找不到机会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你好好的跑新闻 以我为例好了 我当一个记者 我好好的跑新闻 我跑独家 我在认真 半夜还在跑新闻 还在我老婆跑新闻 还被我们老板看到 他都问你很认真 加薪你知道吗 加薪 然后他会一步一步的 看到你认真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 会给你提拔 你的升官等等 我们现在呢 一些冠老板是怎样 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放口袋 然后呢 是谁不加 给你津贴 给你红利 为什么 因为这样你的这个 劳健保什么东西 我都减少支出嘛 然后你的劳退 我就少支出 现在老板都在想自己啊 你知道吗 赚了钱 给你一点是给你红利 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呢事实上 我觉得蔡英文现在的改变 说坦白的 我个人也非常讶异 你看馆长也觉得很讶异嘛 对 馆长自己都说了 我绝对不想 你们各位相信馆长 过去是支持民进党的 不是吧 馆长 你看好友也上他的节目 然后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等于说 那个韩国瑜也上了他的节目嘛 对 那虽然赖清德有去上他的节目 不过我觉得赖清德 在网络这块差太多了 我觉得赖清德 最大最大的一个败底啊 那么那个戴个眼镜 然后说我的英文名字 我非常的讶异 非常诧异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 不是你把自己装扮成年轻人 你把自己装扮成年轻人 年轻人会想说 你是在做事啊 对 对 你自己本身现在 现在民进党想办法就是说 哎 现在要感谢国民党啊 往内附打成这样 对不对 你看不管是不是真的卡 但是卡猪 卡王 卡韩 搞不好还要卡锅呢 你知道吗 到底怎么样 不要说李嘉奋会觉得背后被人家放冷枪啊 我们都会觉得我的天啊 我突然间对我个人会中大乐透头奖充满了希望 因为中国国民党选情都可以搞成这样啊 所以呢 事实上 包括他去探班本土剧了 包括他去这个上脱口秀 各位会觉得说你总统就好好做你的总统 你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你这边沾一下干什么吗 各位韩国瑜不是就这样子赢的吗 韩国瑜的韩粉是怎么崛起的不是透过网路吗 不是透过各式各样的这样不断的这样弄弄弄弄起来的吗 所以呢 事实上不是你什么都去办那个什么七上八下 然后去这个等于说半斤处这样子喔 不是的 而是你要接地气 你要让年轻的也好 让台湾的老百姓也好 你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像那个99天非常好啊 没有苏贞昌 今天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所有的省份 全部都飞到朱温沦陷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不是苏贞昌还是过去的内阁的话 会搞成谁样 他过去的选政党是谁 人家会的联想嘛 这是一种联想法你知道吗 所以呢 事实上把网络的声量提高了以后 对民进党也好 对民进党的民调再往上升 国民党再往下掉 不要老是以为国民党现在还是去年底的 决定人 决定人